Hello,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跟进灾情了 灾情现在有两个,一个大,大家都很心痛 另外一个,现在报道上是相对轻微的 不过真实情况不知道,究竟讲什麽? 大那个当然是水灾,而小那个在山东德州 这一个平原院裡面發生的地震 官方现在公布5.5级,虽然不算很大 相对,我不是幸初落伙那种 而现在是用4级应变的,最严重的是1级 两个灾情一走走在一起 还有现在大水在黑龙江东北吉林那边 还在出现,所以天津已经是北京过了一点 现在全国是关心这个灾情, 不过如果你是早为之计的话, 不是单单看到地面上面的灾情,还有地下里面的灾情 我稍后会详细讲什麽叫地下里面的灾情 如果你看上面大水的灾情, 真是国内那些人民那种水深火热, 大家可以从他们一些民间里面的表达里面体现出来的 其中有一对的对戀,现在已经演变出很多个版本 我们完全是悲天闻人那个,不会是所谓黑色幽默 那个版本现在演变到怎样呢? 就是我讲明很多个不同的版本大家可以找的 现在简泛了,成为了上联,叫做遍地街市中南海 中南海啊,北京啊,党政机关重地啊, 不过老百姓就将它变成水灾里面,哪里不是海啊? 是吧?跟着下联就是说到处都市钓鱼台, 即是到处,大家水浸,大家都在那钓鱼, 但是大家都知道钓鱼台就是郭宾馆, 又是中共高层不离开北京, 在城市中心里面的一个休闲度假地,是吧? 所以大家用这一对对联, 其实反映了老百姓水深火热, 但是究竟现在的灾情怎样呢?领导人关心了多少呢? 我不是说他们不关心, 我只不过是民情里面反映出来的事实也是他们的感觉,是吧? 所以在这两对对联, 还有一个所谓的横幅,或者叫横批,横批是讲什么呢? 四个字叫汪洋入京,汪洋好像大家以前的副总理,广东省委书记, 但是他这个汪洋放在这里, 就是汪洋大海的汪洋,入了北京了,是吧?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待会再看看具体的事例, 大家便会感觉到虽然是香港与北京都相隔很远, 但是那种感同身受其实是无分别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何我刚才讲是天灾, 百年一遇的大水,国内官媒慢吹, 160年才会碰到这次大水的,所以是不可抗力的。 官方便不断在那里讲,但是民间就觉得, 你再看看现在,讲回那个, 为何说地面上面的灾情和地下上面的灾情呢? 已经很多人提出了,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 很多地理专家已经提出,就是说, 那时候已经在用北京的地下水了, 所以为何北京是经常地地陷,塔坊, 原来它地下水其实是支撑着地面的, 地下水你提早用,我在北京的时候, 即是80年代,已经有很多地理专家提出, 其实那时候已经超前五年用后代的地下水, 不过因为地下水的数量还是足够, 或者不是到危险,所以不理了, 到后来大家越来越看, 究竟现在用多少年后的地下水呢?不知道, 已经不再有这些专家的研究公布了, 所以今次大水一来来到门头沟等等, 一冲冲进来的时候,大家恶事, 因为门头沟的地势相对高, 为何在那裡都会发生水浸呢? 跟着大家现在才有意识到, 原来你做地面工程, 在高楼大厦很多人都看到, 什么运动场馆,水立邦等等, 大家看到原来地下里面的去水体系, 应不应付到,你预期得到的, 多少年的大水一次, 你有没有做这些功夫? 我不是说现在的领导层, 历代的领导层,往往是否注意表面功夫呢? 从这一个大家就开始看, 有多少天灾有多少人祸, 再跟着讲回山东地震, 虽然不是很大, 在地震学来说, 不过有些专家已经又继续提出, 原来这个地方, 平原院或者德州, 山东德州这裡, 平时不是地震带来的, 最低限度不是一个明显的地震带, 虽然它以前这一带都发生过地震, 不过历史上比较大的, 一六六多年, 或者他们现在很多年, 现在2023了, 另外一次比较近些, 但都离开现在, 而这一次即使是4.4级, 但已经是山东那一带里面的近十年里面最高, 即是个级别最高, 所以有些人立刻就说, 这个会不会像1976年, 又唐辛大地震, 又有四人帮, 倒台等等, 有些人就在那裡鼓了, 我不鼓这些, 只不过将这些东西放了出来, 那些专家就说, 你不要单单看地面上的东西, 你还要看地下的东西, 现在山东那边, 显示出来的地下可能出现的变动, 就是这次的余震不少, 官方第一日公布就是约摸60次, 但是还有多少, 而且它现在这次的震仰是离开地面10公里左右, 即是换句话说, 未来的情况是怎样, 或者地震带会不会转移等等, 其实就是和你地上, 地面, 或者天空, 那个雨灾, 这个风云突变, 那些台风, 去去在中间又走回头, 这个全世界天气大变, 之余还有地下, 地下就是说, 你平时的去水系统, 你平时对地面的环境保护做得不好, 自然会引起地下里面, 譬如地质、地壳, 以至地震带, 那些转变这些必须要组为之计,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这些已经不是我们哗众取宠, 而是国内很多专家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跟其他朋友去分析灾情那些不同的, 所以讲完刚才那些, 我们看回现在的灾情本身, 好,国内现在不停宣传, 一百六十年一遇的等等, 大家都说不是, 两年前的郑州,其实是年纪而已, 那个郑州的大水, 你那时就说百年一遇了, 你有没有去总结那时候所谓的百年一遇, 然后马上做工程呢? 现在大家看回过去的资料, 官方最早讲是死几十人而已, 后来慢慢慢慢,它又多, 死了接近四百人, 这个是三百九十多接近四百人, 究竟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呢? 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去参考官方的数字, 然后大家在当地郑州里面的人拍了一些照片, 就说在那个水灾里面找出来的汽车, 包括隧道里面, 足够排满了整不知几多个球场, 从高体内最少有三百多架, 究竟死人多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官方是不公布的, 所以大家就说, 你那时候已经说要做好百年一遇, 你不是单单在郑州里面做百年一遇的工程改善, 你全国危险的地方都要做, 但是有没有? 现在北京不止,又去东北, 所以第一个就是大家去想想究竟有没有去吸收基研教训, 还是说猛讲几多年一遇, 你还是可以讲五百年一遇都可以的, 你还是可以讲一千年一遇, 中国有史以来从未试过的, 你都可以这样讲的, 所以这一个不是说什么都批评官方, 而是说老百姓的感受就是这样了, 你跟着看回眼前这一次, 以前我都讲过的, 杜州和霸州这两个地方, 是因为你北京洩洪, 或者河北的地方洩洪, 所以那些水冲了下去, 喂,郑州的时候又是因为你洩洪, 你说我讲了, 但是你水浸那些地方的人民从来没有收到, 那这个是不是官僚以为做了, 或者他认为这样不会有责任的, 那你就出事了, 好了,现在杜州和霸州下面的人民举起这些牌, 还我家园, 结果又有一批黑衣人, 不是白衣人这一次, 黑衣人去赶他们走就打他们, 不准他们去党政机关去表达, 这些来讲就是真的重复以前, 你说东汉、黄巢、黄巾、 绿林之乱, 其实就是老百姓去反抗而已, 是不是,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说了, 那个杜州、霸州, 现在官方呢, 我又讲官方的版本, 他找很多专家站出来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局的策略, 因为为什麽呢, 全国有很多那些所谓的畜虹, 或者是泄虹, 叫做畜滞滞, 滞流的那个滞, 畜滞大的, 等些水, 即是计算最低的那个损害在哪裏, 大家就说, 尤其是杜州和霸州那些, 为什麽你计算是我, 地理是这样, 官方的说话来的, 地理是这样, 是吧, 跟着大家就说,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保住鸿安, 鸿安是现在高层裡面的未来大事, 将来要搞到好像邓小平年代的深圳的, 这个是习近平大力推的, 这个官方都没有澄清, 为什麽呢? 它只是从一个宏观裡面来讲, 尤其是找一些专家, 他们认同那些专家, 我都不否定这些专家, 我只不过是说, 去到这裡的时候, 你看回事实, 原来在现在, 在河北地方裡面, 这些所谓的速制红区, 全部有13个的, 13个, 你说不是全部开放, 现在就在载区那裡开放, 刚刚在这个保定, 在这个地方裡面, 有7个是要开的, 但是呢? 7个你不开了6个, 单单有洪安那头, 那个就不开了, 因为你将其他水引到其他的速制红区, 去洪安那裡那些水, 就是所谓正常的大水, 所以种种这类情况, 官方有官方的解释, 我不质疑官方的解释, 我只不过是民间会信哪个解释, 这意思而已,是吧?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慢慢大家从郑州到杜州到霸州, 跟着去参考官方的数据, 我都说了, 官方的数据是他才有, 所以只能够是信, 但信裡面也可以质疑, 即是你相信, 裡面也可以质疑, 所以官方的数据在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成为参考, 你也可以信它, 你也可以不信它。 好了,讲起这个数据, 我忽然间又想起了, 这个是旧闻, 但旧闻可以复射到今天, 可以是新闻来的, 是什麽呢? 大家找回全国的资料, 地方的资料,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讲过去年第四季度, 火化的数据, 火化的数据, 为什麽呢? 大家就说, 那时候是否疫情很紧要, 外国的人造卫星, 在那些中国上天那些大气裡面, 它们就会查究竟多少是属于什麽类型的气体, 属于火化的等等。 你说我不信外国的,外国造谣而已, 好,可以不信, 但是官方自己本身公布的数字, 你都要信了吧? 于是,大家去年找来找, 找不到全国以至地方第四季度的火化数字, 于是大家就存疑而已, 因为大家都觉得奇怪, 但是没有声出的。 好了, 结果今次刚刚出现了一个数字可以参考, 是什麽呢? 浙江民政厅, 浙江民政厅敢做反吗? 他敢报去年第四季度的数字吗? 没有,都是空的。 不过, 没有人说不可以报今年第一季度的火化数字。 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第一季度没有人按过, 因为浙江第一个, 民政厅公布他当地的火化数字。 好了, 法国是怎样呢? 那就是2023年今年的第一季度, 火化数字是17万1千句, 即是11万1千个围体火化。 那说明什麽? 说明这个数字增加72.7%。 那即是怎样? 那即是等你自己理解。 全部是官方数字。 而这些数字出来之后, 我不知道其他省市又会不会民政厅公布它, 今年第一季度的数字。 可能浙江公布了之后, 都马上浙江第一季度的数字。 因为今年二月就復常了。 什麽措施都没有, 疫情过了。 但是其他数字包括火化数字没有。 我不是挑剔的, 我只不过说如果你官方是悲天敏人的话, 你真是以人民性命为本的话, 你有很多事情, 你是要逐步逐步舒畅老百姓的心, 你才可以得到民心。 所以我从这些, 刚才讲到官方的数字, 跟着我们周围关心国情而已。 所以拿到这个数字之后, 我就用官方的数字来做参考。 从这个来讲, 大家看另外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上次都讲过, 在大水灾情的同时, 国内官媒公布过, 我们现在外交成绩很好, 中国将会支援非洲, 因为非洲是中国的外交阵地, 美国法国现在又在投资资源裡面, 重新去抢夺在非洲的控制权和话语权, 因为中国现在一带一路的钱去不到, 非洲兄弟他不happy, 所以向西方世界招手, 美国法国就去了, 因为法国以前是很多非洲国家的宗主国, 非洲是他们的殖民地。 所以现在去到这里的时候, 中国就说我们将会支援非洲兄弟200亿美元。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国内民间裡面哗疑。 如果你是从理解, 这个国际外交是要浪费的。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 你地方政府放在国内的灾情多少钱? 那些钱当然讲不出来多少。 有些人说我拨很多, 拨成一亿一千万。 咦?一亿一千万?人民币而已。 当然它未公布数字, 可能还有不止一亿。 但是大家看看即使你拨十亿, 一百亿人民币, 你怎样跟你将会去支援非洲兄弟的 二百亿美金来相比? 所以马上这个数字又隐蔽了, 以及已经开始又澄清, 不是不是,以后的, 不是现在给的, 以后还是分很多年给的, 无所谓。 可能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你这个就说明了, 究竟这些官员, 你说上面照顾大局那些人士, 究竟是将哪一样放先呢? 是将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灾情放先, 还是放在你外交巩固, 用外来支撑内这个盘算上面呢? 是吧? 所以这些数据出来之后, 现在国内暂时不再讲支援非洲国家了, 以后怎样, 没有人知道。 从这个来讲, 接着大家再看看, 我上次也讲过, 但是总是有跟进的。 有跟进的是什麽呢? 我上次也提到, 中宣部下了order, 今次的灾情, 你一定要按照新华社的统一法稿, 你不能乱来。 所以有些记者, 尤其是年轻记者, 他自己去了, 公开了身份的, 中国青年部, 是公开了身份的, 是他自己公开的, 我就不怕讲了。 他们自己去采放完之后, 在他自己的微博和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公布他们自己个人了解, 不是代表国机构所看到的灾情。 那出来, 那些人就说, 你这样也很大胆。 大家都说, 其实是一片良心而已, 而且他没有造谣。 最紧要, 你说他造谣, 好像爱国那样, 你骂吧, 但是他没有。 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国内大家就记得回一件事了, 记得回一件事就是, 以前几次大水, 或者天津大爆炸, 那些记者自己去的, 因为这个是新闻敏感到, 而且你都不可以等上面下了order, 或者上面发通稿。 结果当时就是由上头order, 叫他们的传媒, 谁去了现场马上召它回来, 如果不回来, 炒。 好, 用到这样的方法去压制住民间所有所拥有的讯息。 今次未听到召回外面的记者, 因为将在外, 君令有所不受。 而且他也明白, 你叫不回。 你这个已经天灾, 加人祸。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好像民川大地震的人祸, 豆腐渣工程, 究竟是怎样呢? 你这些你不挖出来难以平民份, 跟着你难以去倒截以后的祸害。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我们一看就看到很多。 大家现在去看这个国内微博, 或者国内上网, 一定是比官方的宣传吸引很多。 从这样的时候来讲, 大家就开始问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关心北戴河会议, 不是关心北戴河, 因为北戴河仍然是开放, 但是南戴河是封闭的, 南戴河就是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地方, 不过统称它叫北戴河而已。 你说大家都很关心, 高层领导现在在哪里? 没有讲的, 我不会这样就这么猜他们去了哪里, 因为没有得猜的。 不过有些公开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政治局常委蔡奇, 也就是习近平很信任的人, 官方公布他就在中南海, 你说我录影这一刻他在不在就不知道, 总之在近期他在中南海做什麽? 就是换句话说间接暗示, 或者间接证实北戴河会议, 或者相关的活动仍然举行, 是不是? 你可以说的, 只是专家去而已, 领导人没有去到的, 领导人都是在其他各地日理万机, 你可以这样解读的, 只不过是事后会不会有些蛛丝马迹漏了出来的, 是吧? 大家注意一下延后的新闻报道,是吧?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来讲, 大家就开始去想, 既然如果是那麽关心这个老百姓的时候, 宣传方面你就不要造假了, 忽然间大家就说法国造假有, 不过是外国, 我们就说外国有时真是衰, 落石下石等等, 我再问国内的朋友, 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下面灾民呼天抢地, 很害怕, 就望着天, 望着天求变, 或者向天祈祷等等, 这些是外国抹黑中国的, 我们老百姓有党有政府去救援, 你见官方媒体一定是讲怎样救灾, 怎样去抢险, 我相信的,我相信这一个片段, 因为我不相信国内前线人员, 它离得那麽较, 好像以前港英政府那时候, 有水放水,没有水收水, 即是不去救火, 我就不相信, 我觉得去到前线的人员, 人性还是去救灾抢险为主, 为什麽我又讲到那个所谓爱国在那龙虚作假, 抹黑我们中国之类, 我接着再问, 真是一张照片, 因为那张照片如果放大, 是另一回事, 不过它现在拿出来的照片是局部的, 局部即是大家看到很害怕, 原来放大了之后, 原来上面是这个直升机, 做什麽? 这张照片是1976年的照片来的, 是1976年? 唐山大利震, 还有不知后来的, 它就说, 是的, 爱国没黑过中国, 不过是1976年, 或者是以前, 它用这个转移成中国的传媒, 只是唱好, 不讲灾情, 或者灾情是疏着疏着来讲的, 我就说, 真是1976到现在50年不变, 是吧? 所以我都说了, 7、6、8、6、96、06、16、26差不多了, 差不多50年了,是吧? 所以我就说, 如果是这样, 你的宣传的方法是怎样呢? 是靠自己的实跡, 我真是为民着想, 我真是努力掌险, 有些官员是牺牲的, 这个我都痛惜的, 民尊大利镇的时候都有官员牺牲的, 做到死的, 他那些。 但是呢, 今次官方你处理这些的时候, 你为什麽向人坏那些攀比呢? 跟着出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现在如果不删, 还找到的, 就是怎样呢? 就是去抢险那些人士、官员、兵, 他很累了, 拿着一盒饭, 拿着一盒饭, 你都要充饥的, 于是拿着一盒饭, 吃吃吃, 吃吃的, 没有反应的, 是什麽? 睡着了, 太累了, 所以官方拿出来鼓励大家振作精神, 我们很支持同情救灾那些官兵。 这张照片曾经一度是大家很感动的, 怎料后来发觉这张照片是2020年, 是另外一地区的照片来的, 所以大家就说, 你官方如果靠实跡裡面去显示你那个贵民请命, 大家都很感动, 但如果你去到这样的位置, 你只能够解释, 我现在跟你想想, 你只能够解释这张照片不是官方法的, 不知谁弄来弄去弄官方, 但人家信哪个版本呢?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天灾, 亦都有前阶段, 现阶段和后阶段的人祸了, 所以我真的不是幸灾乐祸, 我只不过是希望透过真真实实的事情, 让大家尤其是让官方, 你真的不要单单只顾着你的官心, 你要看到民心, 如果不是民心, 你说现在可以压住, 民心一压, 好像地下水一走, 你都会塌的, 所以仍然都是那句, 醒一下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